报导报导 民进党上台以后 很爱成立所谓行政法人 行政法人是啥 学理上是有专业需求 不适合官方推动 但也不适合民间管理的事情 额外成立官方给钱办事 希望有民间企业的效率 比如马英九时期的 中正纪念堂的表演艺术中心 总不可能是让公务人员来负责卖票 但种种事情也不方便委托给企业 所以成立行政法人 再比如中山科学研究院 不可能找公务员来搞科学研究 但也不可能由民间自己搞科研 当然是官方出钱 科研成果与官方共享 可是民进党执政任内的所谓行政法人 在我看来根本是巧利机关 仇庸肥猫一起吃纳税人的钱 蔡英文就搞了个文化内容测进院 干嘛搞文化 行政单位里面不是有文化机关吗 那这个测进院在干嘛 他找YouTuber和艺人办演唱会 这需要你来办吗 这要用纳税钱来办吗 2019年还把本来是财团法人的 电影级视听文化中心 变为行政法人 本来民间做得好好的 为啥要变行政法人 才能派官员 官派人员进驻嘛 本来这个单位会保存修复 有许多早年象征两岸有连结的电影 民进党改了以后 通通就把这些都变得很台湾味了 然后民进党又搞个什么 太空中心 这一次又搞个资通研究院 几乎每一年就成立一个行政法人 蔡英文就要下台了 成立一堆机关豢养自己人 未来好几年就能继续捞台湾人的钱 讲白话不就是这样吗 法规自己规定 院长年龄不能超过65岁 但资安院首任院长就67岁 民进党是找不到人才 还是无人可用 是不是仇庸呢 绿的就会批评了 不要唱衰啊 可能表示资产很重要 才要成立新的机构啊 我们上一下官网 找到一份发展计划及目标 业务计划预算书摘要说明 好看一下他说的啥 夜结束了 上面还有网址 我可没造假 业务计划跟预算书呢 你说蔡英文很认真很重视 结果单位计划 才一页 不算标题的话 内文才64个字 这叫很重视啊 哎呀这个我不死心啊 又到所谓的公开资讯 来看一下 法规年度计划 预算书决算书年度绩效 评鉴一大堆 点进去呢 全都空白 资料更新中每一项都是 哇到底要如何达到资讯安全 就是没有资讯啊 天才啊太天才了 百徒闯入你家 说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你说那我们一起找一找吧 蔡英文这个计划太厉害了 当然绿营会护航 他前两天才挂牌上路 许多资料没更新 也是情有可原 是吗 网站呢 其他地方 也有不少有趣的东西 比如台湾近几年来 个资外泄 到了极其夸张的地步 在海外论坛 可以直接出售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的个资 而且不止一次 反正呢 在台湾啊 从官方的内政系统 互证系统 健保系统 到民间的求职公司 租车公司 还有华航 全部资料外泄 上面我说的新闻 应该属于资安新闻 或漏洞新闻吧 但是我们看看 所谓资通院的网站 资安新闻的这一栏 完全没有这些 都放些美国 北韩 伊朗的新闻 而漏洞新闻 更夸张 请看 每个月只贴上 微软公司的 安全性更新 我们资安院拿台湾的纳税钱 负责帮微软打工吗 还是重要的工作 就是鼓励大家升级微软 网站不是空的东西 只是民进党 有空的大脑 好了好了 就算了我们帮资安院早想 刚刚上路 网站还很弱 网站很弱 还搞什么资讯安全 没有说服力 好吧 我们另外问问 那些所谓 早就挂牌上路的单位 有在认真做事吗 如前所述 台湾近期 个人资料 近乎在全球裸奔 第一连的价格就能买到 那官方到底在干嘛 官员在盗卖个资啊 依照台湾现况法规 谁来管所谓资通安全 是行政机关 现在是陈建仁 委任数位发展的 唐凤办理 数位发展下 又设立资通安全署 执行业务 而且行政机关 必须有资安汇报 若遇到资安事件 要提出调查处理 及改善报告 2018年 民进党认为 哎呀 个资都是跨单位 横向联系不足 又成立了 个人资料保护专案办公室 有四个单位 保护个资还不够 现在还要再搞一个资安院 疊床嫁屋 到底是有多低能 还是这些单位 都是成了不干事 坐领甘心 一堆机关都解决 跟防护不了资安的问题 再成立五个十个 也解决不了 面对资安风险 数位发展的唐凤 不仅没做到 事前监督或管理 事后呢 更只会推诿谢责 健保资料外泄 唐凤说 我不是主管机关 但技术有需求 我会协助 大笔的 护证资料外泄 唐凤又说 各部会要做好 自己的各资管理啊 那如果你都不能协助 这些公务机关 和提供关键基础设施的 或特定非公务机关 处理的资安威胁 要你何用呢 要唐凤出来 搞面线外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